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我有啥骄傲的呀 我又不像我二姐 我棍他 我现在确实小有成绩 那我怎么能要爸爸的钱呢 这是讲究谁呢呀 管好你自己得了呗 你还要不要 爸他不要 你转给我 妈妈 别给他 别给他 给我 给我 转过去了啊 谢谢爸爸 爸呀 你给我转这么多钱干啥呀 让我大姐 大姐 爸妈给你转你就收着 爸 我们都有 是吧 兄弟俩 对 你都有 都有 妈呀 我是想给妞妞买颗外酥 那也用不了三万呢 笨 哎 等会儿 等会儿 妈 你转多少钱 是不三万吗 三万 爸爸 我大姐要怀三胎呀 不是 二米粒啊 是这么回事 你们啊 都很孝顺 每个月啊 都给我和你妈钱 是我跟你妈 现在你看 也不确实不确和这钱也花不完 我们就想啊 把这钱给你们 咱们把日子好好过着 你不会在乎这一万块钱吧 小米粒 我问你 你在不在乎这一万块钱 哼 哼 我不在乎 哎呀 我不在乎你 你哼哼什么玩的 我也不在乎这钱多少 待会儿我在乎的是这一碗水能不能端平了 哎呀 爸 你看这事整的 要不我给你转回去吧 我也不缺钱嘛 哎 大姐 你转回去就完了 你缺不缺钱那是你的事 一碗水能不能端平那是爸妈的事 这玩意儿手心手背都是肉 咋的 它比我肉厚啊 那你回头看看 它肉是比我肉厚 那你俩这是怎么分的 按分量分的呀 按分量分的话 小米粒是不是应该就一万呢 我找你惹你了 阿米粒啊 你说你咋还斤斤计较呢 行行行 我给你回姐俩一点 再补一万啊 行 我不要 哎呀 我不要 爸爸给我转 过去了 收到 你没搞兴了吧 行了 我干活去了啊 哎 等会 大姐啊 在这个家里你是最辛苦的 这家里家外的都是你熟悉的 不是 二驢子 你阴阳怪气的你到底想干啥呀 管着吗你 大姐 作为你亲爱的二妹妹 我这三万块钱呢 转给你了 这是什么操作呀 哎呀 爸妈呀 你们给我钱呢 那是你们对我的爱 我给我大姐钱呢 是我们姐妹的情分 哎呀 我二姐呀 别看肉挺厚 但格局确实很高 哎呀 中国好姐妹 哎 但是啊 爸妈 还有你俩啊 这事儿只能咱们几个知道 别让我们家前生分身知道啊 哎 大妈 哎 到账了三万 行 等会儿 大妈不让我听见 我可听见了 三万 到账 哎呦 我没说你给我转的三万 我不是 你怎么回来这么及时 别给我打岔 什么玩意儿三万到账啊 不是 二姑娘啊 哎 家里事儿没有不能明说的 你过来妈跟你说 啥事儿妈 是真回事儿 怎么事儿 以前哪 你看你们怕爸妈困难 都给我们钱 啊 现在我和你爸有钱了 就把这些钱给这下姑娘 一人分了三万 可是二米粒风格高啊 人家不要 给大姐了 二米粒啊 你这事儿做的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 你啥意思啊你啊 爸妈这种行为多可贵啊 多善良啊 啊 爸妈这一辈子攒点钱容易吗 啊 都给了你们解啥了 大姐我建议啊 老人这个钱咱不能要 你给老人退回去 不是不是 他把钱退回来了 那那钱你给他呀 爸你说对了 这钱我给 哎 我这眼睛有毛病 哎你们帮我看看 这人是叫钱粹风吗 不是我这耳朵好像也出毛病了 从没见他这么大方 我今天咋这么好哼呢 爸呀 哎之前啊 你这二女婿是有点抠门 但拥护啥呀 嗯 因为那时候 我那个企业不是在发展阶段吗 钱咱得用在刀刃上 有道理 现在不一样了 嗯 现在在辽宁的这个营商环境多好啊 我这企业是蒸蒸日上啊 说老实话 新时代东北振兴的道路上 嗯 我钱润风也得展现我的担当和作为 部长 别都不敢说啊 就今天 哦 一笔大买卖做成了 呦 不光你站起来了 全都站起来了 哎呀 哈哈 我呀 都请坐 哈哈哈哈 大姐 赵米律 把钱都还给老人 啊 哎大姐我给你转五万 走你 哎呀妈呀 我怎么也觉得我也站起来了呢 嘿嘿嘿 收到没有 收到了是不是 大姐 你一定要转告赵刚子啊 让他永远记住 这个家的这个房子的首富 是我 以后我再挖坑 不管挖多深多宽 他要主动的往里跳 行了这钱我一退回就不要了 要不要 哎真能显得你看 小米律 啊 钱总跟你说话你不得站起来啊 嘿嘿嘿 工作室干的不错啊 奖励你们五万块钱 走你 谢谢钱总 一定要干好啊 新媒体招养企业 啊 一定要把他干的红红火火 把咱们省里边的著名品牌 灰山马瑞奶粉 都给宣传出去 把著名企业家钱润峰 宣传出去 哈哈哈哈 好啊 谢谢钱总 什么钱总钱总的 在家里随便叫啊 哈哈哈哈 谢小土都炸 你等会吧 还是叫钱总吧 哈哈哈 哎我说姑娘们呢 看看你二姐夫好不好 多好啊 不过这钱呢 得花在刀印上啊 对 我跟你说啊 这笔钱 就算我和你妈 给你们的奖励 你们的事业 得好好干 对 努力干 加油 哎 刷螃蟹 哈哈 我抠嘎了 哎 我俩就咔嚓的面对面做一块巴西啊 你说那玩 哎呀太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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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我我我劝你吧 你最好订三张票 这时候你就别跟着去了 不是我啊 谁呀 那个秘密不是这个秘密 那你说是哪个秘密 你整的神神秘秘的啊 昊玉哥哥啊 我的妈 来了 怎么了 我接着 我接着 停 不停 就下来 我回去站岗去吧 哎 你别走啊 你要走把他带走了 我把他带走了 他胡说你脸下都容易把我带走了 我咋带走了 来都来了 后裔哥哥 啊 要不要跟我赏一赏 我那家 你家 啊 你家在住那儿呢 你不是二十六号楼吗 往那儿看 我家在广寒宫 广寒宫 嗯 你看那广寒宫里面有一棵桂花树 桂花树呢 嫩老葱 开花呢 嫩老葱 开了花呢 有嫩老香 还有一只兔子 嫩老肥 啊 浩洁啊 这个事啊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能不能回家 咱今天不过八月十五 是吧 你放心啊 你帮我请过今天 以后天天让你过八月十五 那明天就不是八月十五了 咱们明天干嘛呀 明天上父孙 吃麻辣饭 哎 我嘞 我嘞 我的妈 哎 小杨你是真假呀 嗯 宝洁 俯顺麻辣 秘密巴西亚三亚 他俩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 我就跟你朋友事情啊 你赶紧走啊 我不管他俩谁来 带走 给我躺地方 五分钟行 但是小杉你帮我想想 你说一会命回来了 我跟这个场景 我跟他聊点啥呀 你就说宝洁在那种词儿被多好啊 宝洁 长河 逛寒宫 大树花 大兔子啥的 大兔子 对对对 这个词儿硬 是吧 好 宇轩俩 收拾好了 咱俩快走 你不换身衣服呀 不换 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了 不要去 我是想告诉你 我穿这衣服陪你出去 你多有安全感 也行 就在这省月 多好啊 坐坐 坐坐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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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一米 哎 干啥呢 干啥呢 必须给我看不明了啊 你是不是要带她走 啥时候带她走 那你就干啥 你别再怎么用呢 别打过我 跟你说一会时间不够了 哈哈哈哈 一米 刚才我过了 小蝶 小蝶 秘密啊 今天 这样多好的日子 你看 哇 啊 慢慢长夜 你看那月亮里 哎 小蝶啊 你说到月亮我想几个事 我得赶紧讲一口该忘了啊 嗯 你猜刚才我回家看见啥了 啥呀 我在道上看见表白了 哦 哇 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说啊 你就是茶蝶 我就是后裔 咱俩住在广寒宫 他们里面我对花树 那树那老粗 开花那老多 那花那老香 还有这兔子那老肥 哈哈哈 哎 你俩是有意思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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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想跟我说月亮里有啥 小蝶你说吧 你那条词 有啥 我的心 啥意思啊 啊 月亮代表你的心呗 哎呀 月亮不仅代表我的心呢 啥都能代表 你想想 要是没有月亮 怎么寄相思 要是没有月亮 怎么喝断片 要是没有月亮 谁惹的祸 要是没有月亮 我代表谁消灭你 你别着急 但是那优盘 我肯定给你弄 我要什么优盘呢 我不要优盘 我要四万零九百块钱 说说说 你还我 四万是给不了的 不行的话 你把这二百码拿走 以后交费方便 我不要你的二百码 赵刚子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一辈子给你发的大小坑 都没有你给我挖这个坑 这么深啊 我这个头我跳不出来啊我 好几个赵刚子 你坑我你赵刚子 是不是 你看你这 你还我钱 你听我跟你说行不行 这是好事 说什么说 四万千九百块钱呢 顺帆 怎么回事啊 你听我跟你说 顺帆我问你 你希不希望你身边的人都是好人 希望啊 你希不希望你的街坊邻居都是好邻居 我当然希望了 那现在我们选出来了 我们把这些好人好事拍成片子 你做了一件好事 你是宣传了他们 同时也宣传了你们公司 这是你们公司最好的品牌啊 顺帆 品牌 那不是花钱就能买来的 好 好 好 我跟你说赵刚子 你这个人吧 你挣钱没啥本事 但你这个观念很值钱 那这么说我刚才是不是有点蜀目寸光啊 必须要高瞻援助 行了 大姐夫我谢谢你 这个事我一定干好的 这就对了 赵刚力 这是做公益做好事 杰总 谁啊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你好 你好 请问哪一位是赵刚子呀 你好我是赵刚子 您好您是赵刚子 您熟吗 您好 你好 我是辽宁新闻的主持人管训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辽宁之声的小公 我听听听听听的 听说呀 你们社区搞了一个社区好邻居活动 对对对 灰山乳业作为我们辽宁自己的品牌 特别赞助了这次活动 并且给幸福社区的居民 带来了欢乐和健康 我们辽宁卫视要好好宣传一下 哎呀 是不是我没骗你吧 小姐夫 你做这件好事 太好了 谢谢谢谢 另外我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小米这工作室的老总 杉世芬 他们赞助了这个事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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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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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钱总 彭宇拍 好 钱总 您可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啊 非常感谢您 我们等一下呀 想到您的工作室去 顺便采访一下 您看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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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经理 他说啥 他说可以 那您看要方便的话 我们现在就走啊 我还先进行 我还先进行 小经理 他说啥 他说非常欢迎你们去他们的工作室 他很高兴 你们去了以后他会准备冷饮的 是这意思吧 是是是 走乱吗 你不是不是 哎 拉电脑失败了 接下来咋办呢 有了 哎 这个抢购的时候 这个4G是不是不如WiFi 对呀 WiFi的话是不是得有猫 对呀 如果没有猫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网络了 二姑父 你比脑子呀 比我聪明多了 王小千 你就没脑子 拆 拆 拆 我就不信了 我今天就让他抢购不成 我给他拆 藏起来 快 放这 好嘞 哎呀 怎么回事啊 哎呀 气死我了 他怎么往还上不去了呢 他怎么给人家抢啊 不知道你 那个 你过一点之后你再试试 哎呦 今天怎么 怎么这么倒霉呀 啊 我 我 啊 你家猫呢 啊 啊 啊 呀 坏了 那家猫被盗了 我这手机的二级 我怎么跟人家抢啊 是 猫呢 被盗了 哎 你别跟我俩装 是不是你怕我上王百东 你把猫藏起来了 媳妇啊 我对天发誓 天打五雷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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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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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伯父 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呀 不是你 不是你 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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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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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告诉你俩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俩在这掰去了啊 等我找着猫的 你看我咋熟你俩 别怕 爸 爸 你咋又回来了呢 忘了个事 啊 我答案你皇姨 给他拿几本杂志 他晚上睡不着觉 晚上看会儿书就睡着了 哦 赶紧拿吧 行 哎呀 你这一趟一趟 二明啊 啊 你找啥玩意呢 我找猫 你们家什么时候养猫了 啥是猫啊 猫就是那个白色的啊 完了上面都是窟窿眼 一伞一伞 四个耳朵那个 白色的 有窟窿眼 一伞一伞 四个耳朵的的 这是啥猫啊 哎呀爸 这你咋还不知道呢啊 以前俩耳朵 后来说三个耳朵的啊 人家里比较高级 四个耳朵的嘛 能穿墙 猫还能穿墙 哎呀不是 神通广大这猫 别听他的 这路由器 什么 路由器 谁叫路由器 我站出来 哎闲门嘛 谁 不是 没人叫路由器 上网用的 发射信号的 啊我明白了 大门路由器 小门叫猫 是吧 完了还有个挺阳静的 叫WiFi 对不对 就这玩意儿 是 别以为我所有大人不懂 跟我没关系 我赶紧找杂志 快点吧 我赶紧找 这这这这 二米啊 这是啥玩意儿呢 猫 啊 爸爸 这是我和我们家的猫 这就叫猫啊 他为啥不叫狗呢 我俩知道 哎呀 这 好